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講俄羅斯總統普京最近胃口大了 他提出瓦克蘭停戰的最新條件 另外瑞士瓦克蘭和平峰會沒有中國參與一如所料並沒有成果 其實有時不強硬不行,中國強硬,招人司機就被迫對中國改口了 由瓦克蘭和瑞士發起的首屆瓦克蘭問題和平峰會 在瑞士奴蔡恩舉行,這次沒有中國和俄羅斯參加的峰會 註定失敗收場,即使是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德國總理索爾茨 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領導人,氣峰會結束前一天就提早離開 而且包括與會金磚國家在內的14個與會方拒絕簽署會後聯合公佈 據美國《紐約郵報》6月15日報導,代替總統拜登出席的副總統賀錦麗 當日飛去瑞士參加峰會,期間宣布了一項價值15億美元的對沃蘭人度援助計劃 和包括溫蘭總統澤連司機在內的領導人舉行會晤 帶著決定在當晚領導人晚宴之後就立即離開,氣峰會現場逗留不夠24小時 何錦麗走了之後,第二天的峰會行程主要由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代表出席 儘管何錦麗對媒體說這次會面已經富有成果 但《紐約郵報》的分析就說,風波的重頭戲都是在何錦麗離開的星期日 她的短暫路面帶來了尷尬,幾乎蓋過了美國提供15億美元援助的影響 據沙利文的說法,何錦麗並非唯一一個缺席6月16日會議的領導人 沙利文說,不但何錦麗還有其他國家領導人,起明天都將工作交給他們的團隊 讓團隊繼續努力推動將討論的問題轉化為各領域的實質進展 除了何錦麗之外,德國總理索爾茨也因為國內政治議程提前離開瑞士舉行的峰會 索爾茨縮縮短了在瑞士逗留的時間,16日上午就飛回去柏林 因為歐洲大選的糟糕結果,她要回國參加社民黨執行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但講到逗留時間之短,沒人短得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她在這個瑞士和平峰會上逗留只是兩個半小時就回日本 但坐飛機回本國就耗時13小時 幾個大國領袖急急腳走人,除了本身國家有事之外 也因為大家對會議並沒有寄望 這場沃蘭和平峰會在瑞士舉行,峰會的目標是啟動沃蘭的和平進程 即使峰會的目標紅心勃勃,但外界認為鑑於峰會是由瑞士主辦由沃蘭推動 並且推銷它只是受到西方支持的和平方案 劇佩領得當事方俄羅斯參與,俄羅斯在美國和沃蘭發工後被排除出去 但這樣就令峰會成效傳移 從瑞士的角度來說,主辦峰會的原因是因為沃蘭危機升級後 瑞士的中立地位受到一定質疑 瑞士希望通過舉辦峰會,強調他們的中立地位 和未來仍然可以為政治解決俄烏問題發揮作用 而沃蘭的動作也決定了和平峰會難有作為 近兩年,烏方有意不斷提升它在和平方案的能見度、接受度 並且針對俄羅斯發動外交攻勢 過去兩星期,沃蘭總統澤連斯基展開旋風式外交 飛入菲律賓、沙特、新加坡、卡塔爾和意大利等國 力圖加緊對俄羅斯施壓,想按照沃蘭的條件停戰 不過引發關注的是,作為當事方的俄羅斯魅惑邀請 中國、巴西等各影響力的大國領導人也缺席這次峰會 而澤連斯基就想利用瑞士和平峰會為他在2022年年底提出的十點和平計劃爭取支持 那個計劃的內容包括要求俄方撤軍,停止敵對行動,恢復沃蘭,領土完整等等 據德國輿論指出,西方的想法是 在瑞士聚集盡可能多的國家,支持一項明確停火烏蘭的聲明 在政治上將俄羅斯逼入絕境,這是莫斯科沒有被邀請的原因 對此,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峰會前拋出最新的停火條件作為反擊 他提出,包括烏蘭將軍隊撤出現在頓列時克、勞金斯克、喀爾松和紮波羅爾四地 並且放棄加入北約 新聞直新聞大約評論員劉和平分析說 在此前一段時間,普京開出的停火談判條件是 以霍蘭承認俄羅斯軍隊事實上已經控制了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部分領土為前提 來統結戰爭,並在這個基礎上展開談判 然而6月14日,普京開出的停火條件就出現了一個更大變化 那個變化是俄羅斯不再滿足於當前已經控制克里米亞和烏東四州的部分領土 而是提出要控制烏東四州的全部領土 意味著,普京已經亮出他自己最後的終極戰略底牌 也就是說,無論如何,俄羅斯一定要控制克里米亞和得到烏東四州的全部領土 為此,普京還說,假如霍蘭和西方不答應這個條件 接著下來的後果就由你們自己承擔了 西方有個俄語說,假如在戰場上登不到的東西,就不要指望通過談判桌上拿到了 假如要烏克蘭和西方接受普京開出的停火條件,除非出現兩種情況 其一是俄國在當前戰場上已經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 假如繼續打下去,烏克蘭不但保不住烏東四州 甚至連整個國家都保不住 只有這種情況之下,烏克蘭會被迫斷美求生 接受俄羅斯提出的可惡談判條件 其二是,烏克蘭背後的大教山北約已經預感到大事不妙 也只是認為即使不約傾盡全力,烏克蘭也不會是俄羅斯的對手 只有在這兩種情況之下,不約才有可能在矮蟬之下低頭 但現實上未到這種處境 可以說是,普京明知烏克蘭和西方國家必然會拒絕他提出的條件 他仍然要開出這種逼迫烏克蘭投降的和談條件 劉和平認為普京這樣做,正好是在烏克蘭即將邀請近8個國家 處於和平峰會前夕,意味著普京不單要通過提出可惡談判條件的方式 主導俄會戰士的輿論話語權,而且要通過先入為主的方式 阻止這場和平峰會,達成一個對俄羅斯不利的共識和聯合聲明 很驚訝通過這個行動,告訴這些國家 你們達成的共識和聯合聲明通通沒用 因為俄羅斯是不會接受,亦不會作出任何讓步 結果,這場沒有中國參與的和平峰會,以一盤散沙告終 有14個國家沒有簽署最終聯合公佈 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聯酋和沙特 5個金村主要國家 可以這樣總結的,第一,烏克蘭無力決定自己的命運 這場烏克蘭主導的和平峰會,注定失敗收場 之前澤連斯基在新加坡批評中國不參加和會 之後中國強硬回應 澤連斯基在會議後有改口,說非常希望看到中方 對烏克蘭問題提出建議 他還說烏克蘭從未說過中國是敵人 希望中國可以成為烏克蘭的朋友 由此可見,中國對烏克蘭強硬表態也有用 第二,沒有阻止俄羅斯參加後,就不理這場和平峰會 拜登不去,只是派賀錦麗去,結果也去了十幾個小時就走了 第三,中方反覆強調,和會應該具備 我和雙方認可,各方平等參與 對所有和平方案,作為公平討論這三個重要要素 這次和會沒辦法做到這三個要素,所以中方缺席 而中方不出席,和會就更加沒有意思了 希望越來越多開一些無謂的會議 其實G7,即七大公約國的峰會也是一樣 第四,俄羅斯在戰場上有進展,就開出更大的鑑馬 要烏東四周全境才可以接受和談 而不僅止他已經攻下的烏東部分土地 普京現在其實在此,等特朗普勝選,然後宣布停戰 普京的胃口已經增大了 另外想說說,中國對歐盟宣布對中國進行電動汽車 加英最高30.1%的外關稅 中國反擊絕不守遠 《國歌商務部》在17日,就宣布對原產於歐盟的進口相關豬肉和豬的副產品 進行反經銷調查 根據中國官方數據,在2023年,中國還有價值60億美元的豬肉產品 其中一半,即30億美元以上,來自歐盟國家 數據顯示西班牙是中國最大的豬肉供應國 每年向中國供應價值15億美元的豬肉 其他歐盟主要的供應國包括法國,丹麥和荷蘭 而德國自營20年爆發豬瘟之後 中國已經暫停從德國進口豬肉產品 所以這一著主要是打西班牙,而且是法國 中國在今年1月已經宣布對歐盟大國,法國的各補給產品白鵬地 進行反經銷調查 接著如果要續出反制,就會直接落到加白鵬地的關稅 歐盟大國主要是德國反對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所以中國的反制措施是指向其他歐盟大國 像法國和西班牙 歐盟要打關稅戰,中國奉陪,一動起來 就會有大批農民和走商起這些國家示威 這些國家政府本來已經毅毅負 而他們因為中國的反制措施而承受的壓力 恐怕都不容易頂了 另外,在石樓台時發平台說到 美國的校援統籌建設能力備受質疑 他們的袈裟用了高達3.2億美元 興建的浮動碼頭,現在又要暫停 歡迎訂閱我,去石樓台收聽我的評論 大家好,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特別是盧社長和我有關中國的新聞時事分析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有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